來我們跟大家報 我們今天這個疫情的快訊 有增加一個這跟我們2點說的 我們的這個中央指揮中心說的是一樣的 我們完成核酸檢驗人數有32萬控290人 那居家抗原快晒的部分 也持續不斷的在做醫療院所來做這個檢查 那我們現在居家隔離人數是288人 累計居家隔離人數也破4000人控40001人 那平均每位確診者的居家隔離人數是14人 後來那這個部分就是 為我們新的這個營窟的群聚 那彰化的傳播鏈有3個 那他們回來之後有兩個 我們分別都知道 那後來呢這裡面又有一個確診 他的CT值是在這個36.02 那是4月5號這個去做PCR的 然後呢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有匡列的445人 那居家隔離的68人 那自主管理的有377人 還是要再次謝謝我們第一線的醫療院所 他們都在第一時間之內就幫我們這個 把蓋匡列的人我們就匡列起來 那如果匡列之後 在裡面居家隔離爆掉的都還沒有關係 至少沒有再繼續擴大 好 來有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的這個足跡 來4月3號 4月3號7.5 要不是7.50到9點 這就是去生夜市了 那4月3號 如果你在7點50到9點 有在京城夜市逛夜市的朋友 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有出現發燒 上呼吸道腹瀉或者嗅覺異常的話 其他不適症狀 請你快點帶著口罩快點來就醫 記得不要搭大眾運輸 我們從4月6號開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們就認為就是說 要放寬我們居家隔離的措施 也在這邊報 大家知道 第一原則上我們是一人一室 那含單獨房間跟衛浴為原則 這是為原則 那當然如果能夠確實 遵守居家隔離相關的規定 而且每次使用預測 都能夠適時的清消 我們可以以不含獨立衛浴 設備的個人專用房間來隔離 所以同戶可以居家來隔離 再來我們清消可以共用我們的衛浴 那但是呢境外移入就不適用 第五個我們會加強衛教跟清消 這個原則上就是 那個外部路徑的就不適用這個部分 如果是本土的 那就可以以一家為原則 來做相關的一個隔離 居家隔離 好 來 要拜託大家 今天早上我到成功社區去看了 要謝謝9點多 就已經有100多個人來打疫苗了 那我們現在就方便大家 究竟能夠打疫苗 所以專程在各個鄉鎮 我們設了295個村里 讓大家能夠快快來打疫苗 不用預約就可以來打 我要特別在這邊 謝謝我們第一線的醫護 謝謝我們在地的村里長 真的很辛苦 盜酸團盜救人 那如果鄉親要知道可以用QR code 或者到我們衛生局的網站來查詢 我們的施打地點跟時間 那我們快車站只到4月19號 所以也請大家把握時間快點來打疫苗 好 來打疫苗還有方便 不是只有煮疫苗這樣 來4月1號到4月30號 你打疫苗第一 65歲以上的中部 55歲以上的原住民 打一劑送500元的禮券喔 18歲到64歲的也是有送200塊錢的禮券喔 那也可以跟我們的合約醫療院所 主動來聯繫都可以喔 大甲媽在4月8號就要起降喔 那彰化縣我們也啟動了我們的交通疏導的一個管制 那在遶境的期間請用路人配合我們交通疏導管制措施 那請相客遊客在彰化市中山路以外的次要道路靠邊停車 但是禁止並排停車以免影響我們路人的一個通行 那這裡面有很明確的南下改道的一個方路線 以及北上改道的路線 也請那個我們這個開車的朋友用路人 大家都要來這個注意一下 另外的話要再拜託大家 那4月1號到4月30號 我們的宗教場所及宗教基會的管理 第一個 我們這個不可以鑽冷拐腳 也不搶教喔拜託拜託 不要讓媽祖 rework不可以鑽冷拐腳 也不能唱歌 另外的話要接種3劑疫苗 那也要拜託我們很多的鄉親都很這個慈悲 也都會考慮到香客他們提供很多的餐點 要拜託大家 你要提供盒裝的餐點 那要是碗 盒 密閉是封閉的為原則 要加蓋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避免群聚休憩 建議避免在路邊 就群聚席地而眠 休息的時候也一定要把口罩給戴好 這個拜託大家一定要配合 謝謝 謝謝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還是要拜託 我們現在人員的控管等等 還是要拜託大家 不管是宗教 祭祀場所 都要佩戴口罩 量體 溫時 明治 加強我們環境傾銷員工人員的健康管理 確診事件的一個即時應變 這些東西都一定要確保一下 拜託 那我們如果違反這個法則的話 我們會儲3000以上 15000以下的一個法務員 已經來到了快要380個 快要到400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幾天幾乎是每天 增加100這樣再上升 那通南傳染病我們知道說 它會有個指數的上升的曲線 就是突然之間 它會有比較大量的個案會出來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做防疫還是一樣 照目前的這個相關的防疫的規定 該匡列都匡列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來做監測 那有一些調整 我們等一下會來跟各位做報告 那今天新增加這個個案 就是同樣是軍中弟兄的同袍的個案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PCR32 然後快篩這部分 抗原快篩我們這個是快篩站的統計 那實際上大家如果還記得 我們在春節前已經把這個快篩 分發到很多的醫療院所跟急診室 那邊的量大概有15000劑 我們這邊還沒有把它加進來 所以可能真正我們使用快篩的這個數量 可能已經到了25000以上了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這居家隔離人數 每一個確診個案居家隔離人數是在上升 因為昨天也有跟各位說明 現在因為是二級警戒 很多的活動都放寬了 所以自然而然 在某一些人群聚集的場所 有個案的時候 它匡列的居家隔離人數就會比較多 不像之前有做三級警戒 幾乎都是家戶接觸者為主 那居家隔離人數現在來到288 請看下一張 好這確診人數就最近這個有一波 大概都是同島一命 不能置外於全國的一個趨勢 所以預期說當各縣市在燒的時候 我們彰化一定也會有個案把病毒帶進來 請看下一張 你可以看這個核酸檢測的數量 幾乎是跟去年的這個5月的時候 這個已經往上了 表示說匡列的隔離的人數 跟要採檢的人數其實是蠻多的 請看下一張 這是每個醫院的量能 我們持續來監測它的運作是否正常 請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居家快篩 快篩站的部分最近比較少 因為開始都是從醫療院所跟醫院 的急診室這邊來發放的 那從春節專案之前 這個從1月中下旬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1萬5千多人次的發放了 請看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昨天就有先提說 是新竹一個營區 然後他們在有一個群聚的一個發生 那在4月2號的時候官兵休假 就回到彰化的老家 那分別有兩個個案 目前是確診 那其他大概還有將近十幾位 我們是在居家隔離當中 那在這確診當中呢 其中有個個案 他從4月2號回來之後 就是活動蠻多的 有這個同袍的餐序 下午餐序 社交餐序還有購物 這活動蠻多 另外一位是都跨縣市在動 這一位其實大部分都在 我們彰化縣境內 那我們在這個匡列採檢當中 就發現 有一位跟他在4月2號 4月3號一起都吃飯 然後有一起活動一個個案 他在這個昨天被採檢確診了 是在4月5號的時候PCR是36.02 那這個很特別 他沒有打疫苗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說 沒打疫苗CD值還那麼高 那不是病毒比較少嗎 怎麼會這樣 因為Omicron跟Alpha病毒不一樣 他在最早期的時候病毒量是低 大概開始出現症狀之後 他的病毒量會再出現症狀 那個時候會在那時候最高 就CD值會掉下來 我們今天這個個案是4月5號 那時候沒症狀 4月6號開始發燒 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狀 那我們今天再跟他做一次PCR採檢是18 就掉下來了 所以很早期的個案反而是CD值高 跟Alpha病毒有一點不一樣 Alpha病毒是很早期的個案CD值都很低 所以這個是有這樣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Alpha病毒的一個監測裡面 常常需要連續監測兩次 來看他病毒量的變化 不然很可能會導致誤判 因為這代表他傳染性的高低 這個個案匡列之後相關的接觸者 我們也都匡列了 所以增加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實際上也是他軍中的一個同袍 之前訓練在一起 可是他不是新竹這個營區的 這部分我們會特別注意他後續的發展 那整個現在這三個個案的傳染鏈裡面 接觸者就445個 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巨大隔離68 自主健康管理377 所以變成說以後慢慢自主健康管理 為什麼會多 有時候你有打三劑疫苗 你去的環境雖然是用餐 可是是比較開放性的空間 或是說你並不是跟他近距離接觸 你又打三劑疫苗 這時候他就會用自主健康管理 然後會有連續的採檢 來監測他的發病 就不見得需要做居家隔離 之前我想大家有聽到指揮中心有講 打三劑疫苗的他的匡列上會慢慢會放鬆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打三劑疫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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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